我们华人有一个习物的观念 所以我们从来不知道 东西可以丢 以至于我的家是塞满的 可是我也不是读完了书 就好像很刻意的去丢东西 而是当我会议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只剩半个家 为什么我会有 那个空间可以去会议 就是因为我实际的空间出来了 我才有办法思考 所以家里的空间 代表心里的空间 代表头脑里的空间 它是一贯的 是相通的 这个在书上里面也有写 我才知道说 原来放掉实际我所拥有的物 它也等于清空了 我心里的那些杂念 其实是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三下因子 他原本最早是瑜伽老师 断舍离这三个字是从瑜伽里面的断形 舍形 离形 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总结 那三下因子本人呢 他对于中华文化的喜爱 还有对老子智慧的推崇 所以他也从道里面领悟到 很多跟断舍离 其实是相通的道理 什么是道 道是一个手 一个不手的手 再加一个错字边 道这个字本身代表的就是 知形合一的一个字 把它合在一起 知形合一本来有四个字 但是我们合在一起 它会成为道的这个字 不手的手代表这个头 就是它代表的是知识 然后这个错字边呢 其实是一个执行 或者是实践的这个意思 所以把这个两个合起来 它真的是知形合一耶 另外一个字叫做住 因为我们一切都从住家 从你的居住环境开始做起 从自己开始做起 从刚刚的道一样 住这个字 各位有看到一个人字边 跟一个主 所以住家的环境 是居住环境是以人为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要搬家 或要找一个房子 我们第一个要找大容量的收纳 我们是以什么为主 以东西为主 我要搬一个房子 因为我现在东西放不下 这个是我们唯一考量 我们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所以居住环境里面 一定要知道 以人为主 以自己为主 所以我们会强调 在断舍里里面就是 以人来做主轴 不是以东西 就是当你拿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不是问东西还可不可以用 东西要给谁用 如果你这样开始问的话 第一个我们会陷入物品轴 因为你再也丢不掉了 东西永远都能用 修理好 它还能用 把它美化一下 我还发挥了创意 所以一定要放在自我轴 我 现在 还用不用 但是我们又碰到 另外一个问题了 现在 每一个人对于时间轴 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像我妈妈的话 你问她 那个锅子已经坏掉了 她说 可不可以丢 不能丢 我说那你有没有在用 有啊 那天 你老公娶媳妇 我又拿来煮银子 你知道我老公娶媳妇的时候 是12年前 所以 她的时间轴 她的现在有在用 是12年前 跟接下来12年 都是她的现在 那不是说她错 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对物有 很多很多的想法 我们必须 看在 说 你的住家 的环境 它怎么形成的 一定要去 注意说 以自我为主轴 所以这就回到 我们家里面 再去看 家里面有家乡 客厅 一定要放沙发吗 客厅没有沙发 那要放什么 那请问你 沙发是谁坐在那里 通常我们没有去想 沙发是谁坐的 沙发通常都是那个 收下来的衣服 会先放在沙发上 小孩一回家的书包 会在沙发上 然后沙发本来 这个家具 它是变成了 是家庭客厅里面的主角 另外一个主角是电视 所以我们会想象 沙发是主角 电视是主角 所以这两个 好像在客厅里 非得要有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如果这个是不需要 我现在不需要的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舍去 因为它对我现在的生活 没有办法起到一个作用 有一个帮助 段舍离从来没有说不买 段舍离只是说 把你现在不用的 不开心的东西舍去 所以你剩下的绝对都是 把减量以后提升的一定是什么 品质 我是王爱月 段舍离从悟到悟 看见不一样的自己 主角 报su 证言 目逝 优优优独播 。